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就多了解 我们就会增加一分友善 减少一分敌意 让他们逐渐逐渐的融合在一起 我特别要强调 我为什么会想到办这个活动呢 因为我在卸任之后呢 在东部大学国际堂交了五六年 我一半的学生是来自于当 我就发现两岸的学生在一起 可以创造很多的火花 非常的有趣 很可惜呢 一方面是因为疫情 一方面是我们政府换了主导人士 两岸的关系可以说是一落千丈 我实在感到非常的难过 非常的痛心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融合着讲一个历史的故事 各位都知道 1870年发生普法战争 法国大概 他的指挥官把他的配件送给德国的指挥官 并且割让雅尔萨斯和洛林两个省给德国 在雅尔萨斯省呢 有一个小学生 他平常常逃学 但是呢 突然间有一天接到学校的通知 说后天一定要到校 他心里就忐忑不安了 到校干嘛 等到他要去学校就发现 学校旁边的教堂 教堂已经有德军在操演 一进教室呢 大家包括校团的老婆 穿着正式衣服 上教堂的衣服 然后老师告诉大家说 同学们 从今天开始 这里不教法文 要开始教德文 然后 他在黑板上写着 Viva Love France 法兰西万岁 那么说下课 这就是法国的小说家 阿芳斯多德所写的 最后一堂课 可是各位想想看 德法双方征战百年 可是到了一战二战之后 在1963年 两国签了一个条约 双方深刻的互动 学生不反而不在华夏 还要在 住到附近人家家里去 所以各位想想看 德法两国既不同文 也不同种 可是在这种交流之下 变成欧盟最主要的力量 这是我感到最动力的 尤其是1993年的时候 德国法国都准备 放弃他们的法郎 跟这个马克接受欧盟 所以你想想看 这个多困难的事情 他们都做到了 为什么两岸做不到欧盟 而且他们做到之后呢 他们立刻就成为欧盟当中 最主要的成员 决定了欧盟的未来 所以我想这些都让我感到 其实我们两岸 还有很多事可以做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让两岸的年轻人多接触 对不对